我们这儿有一个辣巴粥的小故事 我们看看 咱们瞧瞧吧 来 走走走 别赌 走 走 干嘛你啊 今儿吃什么 我今儿吃什么 饿的是吗 什么饿的 废话 钱都让你败干净 你说我 你少造了是吧 我怎么了 你要不赌的 我多得赌了 少来这套我知道 跟隔壁那个叫 留傻子那个 我跟他还能赌数了 在家除了吃就喝 要不就跟人堵去 剩这点东西都让你当了 吃什么现在 那你不是也没干正事 你干活了 甭来这套 我跟你说 咱爹咱妈 可没少留些东西 那当然了 对吗 留下一亩地 留一棵枣树 那枣树呢 枣树贵我 地归你了吗 枣树现在在哪呢 那树我不是给咱俩做筷子使了吗 做筷子使了 枣树呢 枣树呢 你在地呢 我卖了 你卖那钱呢 十块钱呢 一亩地卖十个钱 一亩地 你说你要种地的话 你得撒种子吧 你得施肥吧 我明白了 你就是那留傻子 我跟你说 咱今天怎么办 别说今天怎么办 吃什么 你咱们吧 早年间 咱妈咱妈给咱留下一仓库的五股杂粮 还有半仓库的枣 对不对 对呀 这都是他们活的时候收成 现在反正你是都卖了 对吗 没有 没有那个 还能扫扫 还能扫出去捧来 我那也有 半个枣 半个枣 半个枣不够 十个半 我这呢 还有这么点五股杂粮 听我的咱俩呀 喝一块 熬点粥喝 能填饱了你 我也饿不着 这是不是一个招 事到如今了 人穷之短 马寿毛长 对不对 现在有主意了 对不对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是谁去熬粥呢 主意是我想的 那你就这一次 我熬呗 我给你放哨 熬个粥 我还要放哨呢 万一你那个强盗 把什么粥抢跑了呢 对了跟你说一声 还真的要放哨呢 对不对 昨儿我跟留傻子耍钱 输给他十块钱 一会儿估计留傻子得来 我兄弟我也不说你什么了 留傻子来 你看好 哥哥你放哨 相信我 任何歹徒来了 哥哥三下五穿 你说我就躺那 兄弟 看好我 我说那辈子这么窜呢 香味都出来了 留傻子欠我十块钱 我管他要啊 他不给我 说他们家邻居还有俩傻子 欠到他们那儿了 让我要来 还挺香 你要喝个肠呢 是傻子 他出来一个 兄弟叫你呢 我看着粥 看着粥 你有眼睛吗 你这么看我 干嘛呀 谁找谁 还钱 债主 就你惹的祸 赶紧出来 那个 还钱 欠您多少钱 两千多 我跟你说 你为何要借给我们两千多呢 谁愿意借给你两千多呀 不是 刚初你爸 你妈就欠我一千九百九 知道吗 昨天 你那傻弟弟 又输出十块钱去 这刚一千九百一呀 加上这十块钱呢 账头 我不会算账 赶紧 拿钱 拿钱 也不知道把我让进屋去 那您进来 你怎么让他进来 这是谁呀 我弟弟 您好 他欠的钱 二傻呀 刘大爷 他欠的钱 怎么了 刘大爷 你欠的钱呢 我欠的钱 这是什么日子 今天 腊月出发 腊月出发了 赶紧还钱 那个刘老 你能能容我们到大年初一呢 对 家里都借不开锅 这快过年了 我也不想要账 别别别 但是怎么着 利息也得给点吧 我们一分钱都没有 要愿意 我说给您 您看看能不能宽容我们几天 他干什么呢 UV 你刚才怎么 这什么东西 抢粥的强盗来 这个 刚才我肚子不舒服 不是 他肚子不舒服 跟这个有关系吗 他是说他肚子不舒服 熬了一碗粥 喝点粥 他可能就会好一点 这是粥 这都是杂粮 确实是粥吗 确实是粥吗 不好喝 确实是粥不是 是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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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粥我就放心了 你干嘛呀 挺香啊 我不说 留说 这样吧 怎么着 我出去主意 您说 您说 当然账还是要还的 这个利息嘛 就拿这粥底了 每年 蜡月初八 你们俩给我熬点粥 就算这利息了 这粥就能当了 对了 但是钱得还啊 以后好好干活 我们这粥四千 别有手好钱的 四千呀 行行行 最起码不要钱了 好好干活 这年咱能过 别赌博了知道吗 对 好 说你们俩傻 你们俩还真傻呀 走了 大傻子那碗还不够钱呢 我跟你说 兄弟那粥没多少钱 怎么着 听我的 咱那粥看来 它是看上了 太对了 以后咱只这发家 就只算发家了 听我的 走 找留傻子赌博去 走 我说 答案 谢谢